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未知药物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幻境漫步药片 步入一次元之旅 二 灵魂香水喷雾 换个气味 换个心情 三 记忆编辑胶囊 剪辑过去 重写人生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幻境漫步药片 步入一次元之旅 各位亲爱的学究们 时空旅行爱好者 以及偶尔想逃离现实繁琐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幻境漫步药片 这是一种假想中的药物 能够让人们步入一个 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一子元世界 当然 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纯属虚构 请不要再加长 视频找或制造这种药片 否则最终可能只会在现实中迷路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幻境漫步药片 这是一种假设性的药物 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中的某些区域 让我们体验到超乎想象的视觉 听觉甚至是触觉幻觉 这种药片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经常出现 它们通常被描绘成能够带领人们 进入一个充满奇幻和冒险的平行宇宙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如果这种药片真的存在 它可能会带来哪些有趣的后果 首先 我们的旅游业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想想看 如果你只需吞下一颗药片 就能够体验到远比现实世界更加精彩的冒险 那么谁还会愿意花大价钱去实际的巴黎或者是夏威夷呢 其次 幻境漫步药片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比如 如果有人在幻境中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 他们是否应该在现实世界中被追究责任 又或者 如果一个人在幻境中度过了看似漫长的时间 但实际上只有几分钟 那么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药片可能带来的创意和灵感 艺术家和作家可能会使用它来开拓他们的想象力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作品 科学家也许会利用它来解决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 因为在一次原中 常规的物理定律可能不再适用 最后 我们必须承认 幻境漫步药片的概念虽然充满了吸引力 但它也提醒我们要对现实世界保持敬畏和珍惜 毕竟 无论一次原的旅行多么迷人 我们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才是支撑我们的基石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们在阅读关于幻境漫步药片的科幻小说或观看电影时 不妨想想这背后的深层含义 并且感激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奇妙而真实的世界 毕竟 现实生活中的冒险和发现 有时候比任何幻境都要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灵魂香水喷雾 换个气味 换个心情 各位亲爱的香氛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灵魂香水喷雾 这可不是你在商店里随便一瓶可以买到的香水 而是一种能够深入你的内心深处 甚至改变你心情的神秘液体 首先 我们的承认 香味对人的心情确实有著不可忽视的影响 你是否曾经闻到某种香味 突然之间就被带回了童年的某个记忆 或者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安心感 这就是香味的魔力 它能够通过嗅觉 直接与我们的大脑中的情感中心相连接 现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种香水 它不仅仅是让你闻起来更加迷人 而是能够根据你的心情 甚至是你的灵魂状态来调整香味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谁说科幻不能成为现实呢 这种灵魂香水喷雾 它可能含有各种精油和香料 这些成分被认为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和能量 比如薰衣草可以帮助放松 柑橘类的香味能够提振精神 而谈香则能够帮助冥想和提升灵性 当然 这里面也有很多心理学的原理 当你相信某种香味能够带来正面的改变时 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开始产生相应的化学物质 从而真的让你的心情变好 这就是所谓的安慰绩效应 但谁在乎呢 如果一喷就能让你心情愉快 那么这瓶香水不就值回票价了吗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种灵魂香水喷雾的一个小故事 传说在古老的时代 有一位香料商人 他能沟通过闻 一个人的气味就知道这个人的过去和未来 有一天 一位心情沮丧的旅人来到了他的摊位前 香料商人给了他一瓶特制的香水 说这能够改变他的运气 旅人半信半疑地喷了一些 然后继续上路 不久之后 他的运气真的好转了 他赢得了财富 找到了爱情 还发现了内心的平静 从此 他深信不疑 这瓶香水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然 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有时候 一点点的信念和一瓶好香水 就足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心情不佳时 不妨喷一点你的灵魂香水 说不定你的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缤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编辑胶囊 剪辑过去 重写人生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记忆编辑胶囊 剪辑过去 重写人生 这个概念听起来 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 但谁知道呢 在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这种事情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来得更快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颗胶囊 可以帮你删除所有不愉快的记忆 那么 考试失败 尴尬的社交场合 甚至是那次不小心 在公共场合大声放屁的记忆 都将一去不复返 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 但在你兴奋地跳进这个 记忆编辑的泳池之前 让我们先来点冷静的思考 记忆编辑技术在神经科学领域 是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 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如何操作大脑 以治疗创伤后压力障碍 PTSD和某些类型的焦虑症 这种技术的潜力是巨大的 但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毕竟 如果我们可以随意编辑记忆 那么我们的身份和经历还有什么意义 现在让我们来点有趣的故事 想象一下 有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的教授 他发明了一种记忆编辑胶囊 阿尔伯特教授是一位非常旺幸的人 他经常忘记自己的婚礼纪念日和妻子的生日 于是他决定自己试验这种胶囊 希望能够删除自己的这种 忘记重要日期的患习惯 结果他不小心删除了所有关于妻子的记忆 包括他们的婚礼 当他醒来时 他看出旁边的女士完全不记得她是谁 只能尴尬地问 对不起 我们认识吗 这个故事虽然有点荒谬 但他提醒我们记忆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 记忆构成了我们的过去 形塑了我们的个性和决策 如果我们开始随意删除或修改记忆 我们可能会失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所以 同学们 在我们拥抱这种令人兴奋的新技术之前 让我们记得要谨慎行事 毕竟 就像那些被删除的记忆一样 一旦某些东西消失了 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回来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那些尴尬和失败的记忆 正是让我们成为 今天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的原因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重虚构的科幻概念 幻境漫步药片 灵魂香水喷雾和记忆编辑胶囊 虽然这些概念令人着迷 但我们也必须保持理性和冷静 意识到科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些概念都涉及到人类心灵和思维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 比如想象力 情感和记忆 它们引发了我们对于技术发展的期待和担忧 以及人类在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平衡 我们讨论了幻境漫步药片 可能对旅游业 伦理和创意带来的影响 我们探讨了灵魂香水喷雾 如何利用香味来改变人的心情 并提醒大家要珍惜现实世界的精彩 我们也讨论了记忆编辑胶囊 可能对身份和人际关系带来的风险 最后 我想告诉大家 这些虚构的科幻概念虽然令人神往 但我们也要记得现实生活的重要性 无论是冒险的幻境 愉快的香味 还是编辑的记忆 都无法取代我们与家人和朋友的真实连接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科幻概念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幻境漫步药片 灵魂香水喷雾和记忆编辑胶囊 对人类的影响会是什么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啊